各位同学,我们在学习微积分之前,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学习微积分的目的在做什么 学习微分,它的目的是在研究一个函数,它瞬间的变化 也就是所谓的切线的斜律 可是这个函数本身是有条件的 我们要微分它之前,这个函数必须要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就是连续,那么什么叫连续呢 我们在内容就会详细的去介绍什么叫做连续函数